大家好我是一星小哥 刚才有个顾客寄来好多旧羽绒服 让我们帮他翻新羽绒被 咱现在看看他这个羽绒服有几件 这个包裹 香坛的一个粉丝寄过来的 让我们帮他旧衣服翻新成羽绒被 现在看看他里边有几件衣服 三件 四件 五件 六件 七件 一共是八件羽绒服 但是他这个羽绒被套就有点太差了 这是买的几十块钱的羽绒被套 这个以后会算新的 先问问他看他怎么弄 然后一会咱再看看绒子怎么样 顾客拿来的羽绒我都给他拆了 你看像这件衣服的那边绒就特别好 就是白鸭绒 这个也是白鸭绒 这些衣服都还可以 但这一件衣服就特别差了 你看 他是灰鸭绒不说 他还是全部这种绒丝 这个就很差的 拆了大概八件衣服大概都拆了 基本上只有一件差的 所以说这个绒还是不错的 咱现在把它全部收集起来 一会看看有多重 能做一个多厚的羽绒被 这一件衣服的羽绒被 怎么还要保留 因为现在弃了 只要能放溜 再这样做了 小鸭绒花 重量冰 再带 再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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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收集 再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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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完了 剩下这一点是顾客自己在哪里弄的 全是鸭毛 这不能做被子鸭绒跟鸭毛不能混为一坦的 鸭绒是绒子 这个你看还有干 这个硬的 鸭绒 一二二三 就是 居住 一直在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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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一刀一刀的一把医护划破 有没有想上来试一把的感觉啊 之前客户说这样看上去好结压哟 而且我们渔户里面撤出来的鱼蓉也不是好差嘛 蓬松效果还比较OK 我们旧鱼蓉户改成一条鱼蓉背 那它不像吗 然而有环保 还起到一个会物利用的作用 那个蓉好OK嘛看嘛 巴士得找不住 人家真的可惜的 对我好 该是一个烤物质来个 酒鸡鱼蓉戏 那这颗可以供擦出来多少鱼蓉 我个许是谁供擦鱼 然后呢鱼快跑啊 一个坏鱼 虽然是坏鱼啊 鱼都得还是非常好给 波鱼 另外还有一个鱼蓉戏哦 车好这个鱼蓉戏 总共有坏了不老的 有个插着隔音吧 一共插着 酒鸡上插着两斤一两牛 充裂掉那个鼻子 就可好了 这是我们赛德学校这边的 一个小姐姐过来做的羽绒服 改羽绒背 第一件衣服拆出来 完全让我惊喜到 一个短款拆出来 差不多有将近一百克种啊 两下春节 宁能为人已经问了 九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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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暖颜值又高的羽绒被马上完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不能用的 它这个不是羽绒 它是羽絲 这个是教人顾客寄来的酒店羽绒服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 每个羽绒服 我们收到以后会打开 打开一个小口 看看里边的羽绒的质量 你看这个 能看到是有一小朵一小朵的羽绒 这个就可以 这个也可以 这个黑色的 也是一朵一朵的 这边的这几件 这个是灰鸭绒 这是灰鸭绒 然后 这个也是白绒 这件是灰鸭绒 这个也是白绒 有两件浅颜色的 我给你们看看 这个是不能用的 它这个不是羽绒 它是羽丝 你看没 它是一根一个的 是羽毛打碎的羽丝 这样的绒 我们是不建议冲到羽绒服里边的 羽绒背里边 它是没有蓬松度的 这是这一件的 你看看这件也是 也是羽丝 它不是说所有羽绒服 拆开都可以做羽绒背 是羽绒服 就是羽绒服 你怎么会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像我的来往都想象 你的温柔 如此的张扬 也让我如愿一场 你是照耀在我生命的一束光 天天地地都让我向往 拥有你心 我历史寻想 有你的 大家好 我是小李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然后呢 这次发声呢 主要就是说 给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地方呢 是不收加盟费的 还有什么所谓的供货保证金 好吧 你如果想做这个呢 对不对 你得实地考察 你刚空想 然后呢 你听别人说 在网上看 没有什么意思 知道吧 你如果真想做啊 我就是只是针对那种 真想做 确实想创业 想做这个行业的 对不对 来我这个地方来 来看一下 管你吃 管你住 管你住 对吧 就是说 你的这个 吃住 食宿 还有这个学费呢 这个里边呢 会有一些费用 对吧 多少的 你得 你得 你得出点 好吧 不可能你来 你来我这个地方 吃的 住的 用我的 然后你 你 你免费的这东西 感觉好像是 特别容易得到的东西呢 你感觉就是 不容易珍惜 对吧 你来我这个地方 学了呀 你那就是说 那句话怎么说呢 你要是免费学的话 对不对 你来我这个地方 看了看 我招待招待你了 你回去感觉不行 你撂跳就不干了 是不是 所以说 所以说呢 实当的 我是会收 收取一些费用的 来我这地方学呢 就是你也得学个几天 学个几天 我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渠道 你收应该怎么收 你是在什么地方收 比较合适 对吧 然后你收上来的这些衣服呢 怎么去分拣 怎么就说 这个衣服呢 利益最大化 对吧 你在收的时候 就是说 那个扔的那个黑料 怎么在那个黑料上面 找 找 找找点那个本回来 对吧 还有 还有 还有就是什么呢 我呢 只是给大家带个路 啊 你自己去摸索半天 不如就是说 找的 找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踩在人家前辈的肩膀上面 去看 去看自己 去去去了解自己的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好吧 然后 然后呢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 上午搞的 上午搞的那个 羽绒服 羽绒服 一天 现在这羽绒服呢 是一件是 12块钱 去年的价格高一些 去年是16 这个蛮简单啊 你携手搞这个东西 你一年不说攒多了 你攒一万件羽绒服 对吧 10万块钱没问题 蛮简单的这个事情 你攒一万件 10万块钱没问题 你只要能攒得住就行 好吧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啊 我呢 我呢 也不给大家废话 好吧 大家呢 就是说 有了解我的朋友 也有不了解我的朋友 不了解我的朋友呢 就是多看一下我往期的视频 好吧 我也不坑你们 不骗你们 好吧 咱们那个说话 直接一点啊 来我这个地方呢 就是生活费 培训费 培训费 好吧 我是针对那些 实打实想搞的啊 就是说 车车嘴皮子的那样的 抬杠的那种 是不是 咱们也不要废话了 好吧 就这样啊 拜拜 我都给你抱歉 我太生气了 我没生气 你为什么要生气 我凭什么生气 你为什么要生气 干嘛要生气 你可能生气 你没错 这是我的错 你哪能有错 那是我的人是什么 那是我的人 怎么可能是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